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OS 用户的话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所以今天来泰国除了理由以外 当然是要跑一些庙 很好料的庙 因为当中有很多人都跟我讲 这些拍神系列的YouTuber啊 或者是最近的YouTuber啊 都已经跑出来一个泰国神的风气在里面了 望远你其实要出来讲一讲泰国神 确实泰国神的这个系列很久没有回归了 然后呢也是有想过就讲来Banggok 就带你们去一些比较好料的庙 所以现在我的人呢是在一个这个医院的博物馆 叫做Siri Raj Medical Museum 也就是死亡博物馆 然后这个死亡博物馆是不可以拍摄的啦 也就是以前的一个 讲这个杀小孩子的那个戏尾 以前他干尸存放的地方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啦 所以现在呢我就已经来到了这一个博物馆的其中一个地方 也就是这一间 其实他这一个就是庙来的 里面供奉的是五世王 五世王在泰国里面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主 泰国有五大地嘛 他就是其中一个大地 当时候泰国啊就是因为他的领导下 变成了一个唯一没有被西方国家统治的一个国家啦 所以五世王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所以啊在他驾崩了过后 很多泰国民众啊因为有这一个 如果讲这一个人他过世了 有伟大的贡献 他们就会把他当神来拜 五世王的功德是真的很大 所以呢五世王也被封神了 所以我们也是叫他五世王哦 朱拉隆公大帝哦 然后就有专门很多奉饰他的神庙啦 然后刚好呢我们来泰国的时候 隔天就是这个五世王的纪念日 非常的刚巧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就是五世王庙的大殿啦 中间奉饰的就是这个泰国的五世王 所以就是蛮庄严的 很多人都很尊敬啊 这个呢就是泰国的土地公土地婆啊 相信大家不磨什么 我之前的影片就有讲到 啊这是泰国最典型的土地公庙 它是在外面的 然后你看这些五神啦 这个我们叫 马克诺啦 啊就是 还愿用的啦 哦就代表着跳舞给这个土地公土地婆看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瓦拉康这里 瓦拉康大家都知道就是 孙特阿杉多的庙啦 后面这一个就是阿杉多的大铜像 非常的庄严 这个铜像是依照阿杉多他以前 啊人家拍他的那个照片所做的 所以啊后面就是瓦拉康 瓦拉康啊 他的瓦拉康什么意思就是 是童宗 鼓宗的意思啊 所以就叫做什么大宗庙 童宗庙这样子 啊这个就是阿杉多啦 他手握上面的就是这个经文 经书啦 可以讲啊所有泰国的龙坡里面啊 也就只有他是这样的 蛮特别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参拜一下阿杉多哦 我们就归族 沟通 Radio 优优独唱的 旦跟小聊不意 中 两片子 越热大汤 wood 摩布塔亚 S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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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大宗 也就是WARAKANG的代表 其实你们知道 Azanto它的佛牌就是SUNTE 然后也是WARAKANG的嘛 所以SUNTE WARAKANG是很出名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SUNTE WARAKANG很出名 因为Azanto就是在这个WARAKANG当住持 然后他当时候就是推了这个SUNTE 我们讲SUNTE是佛牌之王 所以如果是讲SUNTE WARAKANG的话 它后面会有一个庙影 就是这个大宗的标志 这个就是WARAKANG的入口 我们来进入这一间神圣的庙影 首先我们来到WARAKANG的这一个左边这一边 就共同这三位高山 然后这个就是WARAKANG路边的佛殿 也是共同很多古佛啊 看这个佛塔也是很美 很高一下 白色的 然后你们讲这个Pagoda 这个佛塔 其实就是在以前影片有讲过 这里就有差不多 八准在外面 然后中间大雄宝殿就是佛祖坐镇的地方 这九个地方就是埋这个龙祖的地方 所以下面是有这个龙祖 我们叫做Luk Ong 就是拿来镇这个大雄宝殿 只有这九粒Luk Ong有在 你才可以是真正的大雄宝殿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到这个大雄宝殿 其实WARAKANG的大雄宝殿还满美一下 这个就是WARAKANG的大雄宝殿 终于来到了 看它的佛像是真正的很美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SUN DANG SUN DANG 这个佛祖的形象 上面的壁画真的很美 上面他们大雄宝殿就有记录着这个佛祖的故事 所以几乎每个泰国的大雄宝殿都会有这些壁画 那这个呢就是 阿珊多 他的生前的这一个照片 公认了他的样子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他做的SUN DANG 他的手磨做SUN DANG 就映成一个很像Catalog 这样子的 里面就有一些 他的内容之类的 真的很漂亮 你看这里 WARAKANG 不愧是国庙啊 真的很美 这些就是古宗啦 有些是庙自己的 有些是人家报销的 敲钟一下就可以祈福啦 这边就是博拉康官方请佛拍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卖佛拍的后面 就是也是佛殿 就看到有很多佛像 其中就包括了阿珊多的拉香 还有一尊就是阿珊多赞助的拉香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很特别 所以我刚刚就请了一些 这个佛牌啦 然后很多都是靠演员 靠演员来请 当然这一些佛牌也不是请给我自己 这个是请给大家的 就是我的Facebook 每次都有放标 有缘的话你们自然可以打到拉 所以这一个有爆了壳了的 然后这个是圆妙盒 圆妙盒2537 佛利2537的Sundep大法会 佛利2537的Sundep大法会 Sundep佛利2545 也是大法会 最新的大法会就是佛利2545 这一个呢 其实是第二版本的佛利2555的小个的Sundep 很适合女生戴 你们可以去关注我的Facebook 我们可以注意注意啦 所以现在我就要拿这些佛牌 然后给我们的这一个龙婆来去加持一下 顺便我们来做Tambun 这些就是我们所讲的Tambun 就是一个差不多180这样子 然后我们去共生 现在由龙婆来帮我们念经加持这些佛牌 还有我们刚刚做Tambun 我们的Tambun就一切回向给我们的众生 这边就是新七佛 很多人就是在这里 淋油啊 就是淋油祈愿 我们也是要淋个油 Tambun一下 然后过后我们拿一个勺子 然后我们就跟它添油 下面有那个油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子搅上来淋就好了 就这样子添油顺时的添 Wat Arun就这样子拍完了 现在我们就要去另外一间就是Wat Arun正王庙 Wat Arun正王庙我也是没有去过 但是也是一个旅游景点 所以我们就现在也来去一去啦 现在去着Wat Arun 我们经过这个Wat Arun的山门 真的很大个哦 好啦现在就到了Wat Arun的这个山门这里 还要走一段路 差不多三分钟这样子啦 这边就是Wat Arun的街道啦 然后这边的街道啊就会比较窄 车也比较多 所以要小心一点哦 这边就有一个布条 Wat Arun呢 它最出名做的就是这个Towis 1 龟王夜茶 所以等一下也是会去里面 请这个Towis 1的牌 刚刚就有这个门票 一个人差不多100Bat 因为我们是国外的 所以是要收这个180的门票 这就是Wat Arun啦 其实它在横里面 还要再走进去多一点点 这就是中王庙的地表 它的白塔 这些啊就是当说Wat Arun的这个法会 就是讲做这个Towis 1佛牌的法会啦 这个是Wat Arun的大雄宝殿 这边还真美 我们上去看一下 太美了真的 泰国的庙都好美 这就是Wat Arun的佛祖 大雄宝殿的佛祖 也是很庄严啊 这个就是Wat Arun的内部啊 你看很多佛塔 然后这就是刚刚的大雄宝殿 所以在这边呢 就有Wat Arun整体的庙的布局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去这个佛塔 这个是它的地标来的哦 这个是它的地标 等一下我们来讲 为什么这间庙叫郑王庙 这个就是我们的郑王 真兴大帝 所以为什么这一间庙 它叫做郑王庙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 其实在之前我有拍过 就是关系到郑王的影片 就是这个九世诅咒的影片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 你们可以点着上面的矮来看啊 这个地方Wat Arun叫做郑王庙 其实叻 这个地方在以前啊 有一个很简单单的名字 叫做吞吾里 然后呢就是这一位郑王 当时候我们的大臣王朝被灭亡了 沦陷了过后 就是他带领一群很小群的一些武士 去打回去 然后打回去了过后呢 因为已经没有国王了嘛 所以呢 他就宣布他称帝 也就是讲他建立了吞吾里王朝 因为当时候他就是在这里吞吾里登陆了 成为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国王 没有听错是华人国王 因为他的爸爸是中国人来的 很多人都蛮崇拜郑王 是因为郑王啊 他把几乎要灭亡了的泰国给救了回来 如果没有他 可能没有现在的泰国 所以你看这下面有很多的公鸡啊 白象都是人家报销 公鸡在泰国里面有赤财赤福 我意思啊 所以有些人讲拜郑王是求财的 很多买马票的人都很喜欢求他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郑王庙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去后面的这个塔那边 我们要登高 因为我们讲哦 你登佛塔绕佛塔 也是有一个祈福的意思啦 所以我们现在过去 这个就是瓦特阿伦郑王庙的 这个我们可以讲白塔 我们可以讲白塔 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来这里穿泰服拍照的 这个就是这一座塔的介绍啦 还有他大神王朝三百多年前的一座佛塔 你看他雕工很精美 哈努曼 然后呢 你看到另外一边也有一些鬼王 护法鬼王的陶位书丸 然后你注意看他的细节哦 这些都是那一种 瓷器啊 你知道吧 一片一片 拼起来的 其实这个佛塔哦 它很窄罢了 所以啊 你要拍照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你看 沿路就看到很多人就穿泰服拍照了 然后你看上面已经是没有得在上了啦 所以也是蛮挑战的你要去找个地方拍照那些 哇 真的很高耶 你看我站在这个第二层这里 看上去还是很高哦 现在开广角可能你们会觉得很矮 可是他是真的高 在佛教里面啊 佛塔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象征 所以啊 他们有讲绕佛塔也是一个欺负的作用 也有讲啊 绕佛塔 因为佛塔里面有藏了很多那个经书啊 跟舍利子 就代表这里供养三宝的意思啦 哦 在南传佛教这里是这样子讲的啦 所以我们看这个镇王庙的这个佛塔 其实他这个塔叻也是差不多有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调工非常的精美 你们看哦 也是有一点典型的啊 这个阿佛塔亚大城王朝的这个风格在里面 同样的来到了这边 我们刚刚也是去了这个瓦阿伦这边的官方请牌区 我们请牌 这次也是有请到了瓦阿伦256多这样子的大法会陶位苏湾 哦 陶位苏湾 有两个魔 还有呢就是来到了瓦阿伦阵王庙 肯定要请这个阵王的 我们讲的陆罗小金圣 哦 所以你看这个陆罗啊是铜的 它很精美真的 非常非常的精美 阵王呢 拜是拜什么 财运 权势 权威 人缘都有 它比较权能 除了小金圣以外 还有这个ZN铜牌 啊 阵王的铜牌 喜欢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那一边 如果讲这个影片出 应该是差不多有放标了啦 然后我个人哦 然后我自己啊有收藏的 是这一个 震王的这个 比较精美的 烟 啊 这一个就 没有卖啦 这个我自己收藏 非常非常的 精美 啊 啊所以 不卖啊 不卖 所以今天呢就是去了这两三间庙啦 然后呢 接下来还会去更多更多的 泰国庙啦 因为我在这里还单满久一下 所以想要看更多庙的话 啊可以留意我的YouTube频道啦 订阅起来 按铃铛就会及时收到我跟今天的消息哦 祝所有人 疫情早着推散 祝所有人包括我把发大财 然后祝所有的 面对烦恼的众生 找一点脱离不害